中东的战火烧不停 在以巴交战之际 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带 局势越发紧张 伊朗指对方境内的激进组织 正义军威胁到两国安全 突然发起空袭 引来巴基斯坦的猛烈反击 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 战火一触即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随后促请双方展开和谈 避免局势恶化 列艇巴基斯坦的美国 也劝请两国劫治 不要再让局势升级 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主的伊朗 以及逊尼派伊斯兰教国家 巴基斯坦这些年来 因为宗教 边界争端 反恐行动等多个问题 而导致局势越发紧张 同时也不断指责彼此 在境内给敌对分子提供庇护 伊朗稍早前宣称国家安全 受到巴基斯坦激进组织 正义军的威胁后 以维护两国安全为由 突然在16号发动空袭 造成对方两名儿童死亡 三人受伤 尽管伊朗武装部队曾解释 他们一开始的空袭 只在针对正义军 而非巴基斯坦人 但巴基斯坦依旧不买账 随即在两天后 对伊朗境内的 比露支解放军七个据点 发动暴富性空袭 造成至少九人死亡 炮火所及之处 如今已是一片狼藉 对于中东局势越发动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也通过发言人 向伊巴喊话 促请两国展开和谈 以避免局势再度恶化 尽管伊朗普特雷斯 他非常关心 关于这个探索 关于这个探索 关于炮火 和派避免 中伊朗和巴基斯坦 我们看到证据 指数据 在两边的探索 重探索 再次探索 两国家 勿继继续 准备免 准备任何探索 更加探索 任任何探索 任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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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拥有国盟友 美国虽然也是伊朗的宿敌 但依然劝请双方截至 表示不希望再看到情势升级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